好,同学们,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荷花 这个荷花呢,杨老师已经把这个花瓣给画出来了 所以现在你们拿到这张纸以后,对折一下 对折一下,然后在上面涂上胶 一面涂胶就行了 不用到处涂胶,这里很重要 这里一会儿是荷花的尖尖 然后中间涂不涂都可以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胶板,不要浪费 然后再给它折在一起 按平,好好的按平 按平了以后呢,我们再给它搅开 这是花瓣,一个花瓣 左边右边,这个像不像一个大花瓣,对不对 然后你要让它卷一点呢 就手就这样卷一下,它就好了 这个花瓣就卷起来了 这样是一个,那我再做一遍 你们记住,看好啊 这里有一张纸,把这张纸从中间折一下 这一点对到这个边,这一点对到这个点 对到头,然后再在这里放上胶 这里,这里,你就差不多你想象的是一个花瓣的叶 对,花瓣的样子的地方,你就放上胶 然后,你已经折好了这里 再按照这个线线,重新再按一下 这样它就成一张平平的纸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搅这个花瓣 你可能不知道往哪搅,没关系 搅的有一点奇怪的样子,也没关系 你就差不多照着这个角就可以 OK 花瓣是各种各样的 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大,有的小 不会出错,你不用着急 你再弯一下,卷一下 这就是了,这是一个花瓣,正面,背面 对不对,杨老师再做一遍 OK,这一次你们一定要记住 先折住这个角,对角折 这是hamburger fold,对不对 hamburger fold 然后,汉堡包的折法 放上胶 一,二,三 哦哦,胶板快用光了 三 然后,清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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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这边折一下,抹一下胶 好,再把纸放回来 按照原来的样子折好 压平 chonchonchonchnch nch stack ok,在这里头你可以唱半首歌 嘰嘰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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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ok,唱半首歌 唱一首歌的时间就太长了 唱半首歌就够了 然后就搅出这个花瓣 看到吗 让老师把这个边都搅下来 然后在这边这样一卷 就这么简单 就这样一卷 因为它现在是软的 所以特别好卷 我们就这样做出七八个花瓣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我已经有九个花瓣了 应该够了 好我现在做花心 是那个莲子的Lotus Bud Lotus Seed 这样Lotus Seed的那个地方 对吗 叫荷花的花头 我现在有一张黄黄的软的纸 看一张纸 还太大了 再折一层 可能有点浪费 对不对 我也觉得 来 我们用一半纸试试看 高一点 有半张纸就够了 我把这张纸切开 切开 切开 好了 半张纸 半张纸怎么做呢 半张纸把它折一半 这样吧 这样折一半 然后这样再折一半 太短了 不太好 这样够好 这个瓶子上大下小 上面要大 下面要小 然后我们需要一根皮筋来扎住它 好 皮筋就是rubber band 对不对 这个只有一点点不听话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放花叶 一个花叶用胶棒粘一下 再粘一个 再粘一个 三个 这个粘得不结实没有关系 四个 好 我们粘出了第一层 然后用 然后用 scotch tape 宝贝 我们家的scotch tape 在这 粘上 哦 哎哟 哎哟哎哟 So messy That is not good 不太好 只要它不到处乱跑就行了 粘住 粘住 这是第一个花瓣 是不是一个荷花 然后我们再粘一层花瓣 这一层花瓣可以让它淡价 一个 两个 三个 再粘一个 只有一点点硬 让它松一点点 中间卷一个先卷一下 这个只啊有的时候不听话 但是你要让它听话 你要好好跟它说 你要说只啊只啊 你要乖 然后呢 它可能就会乖 对不对 要是不跟它说只啊只啊 你要乖 它就不乖了 它就是一个不听话的小朋友 只啊只啊你要乖 哦它就开始乖了 再让这张纸乖一乖 只啊只啊你要乖乖乖 这张纸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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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最后我们再用一层 这边摆一边是大方 没有做好 先不要着急 Lotus 然后我会往上面放一些点点 对不对 就是一个荷花